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台北捷运通车满25周年了 走过25个年头 文湖县营运的第一批马特拉列车 也已经到使用年线20年的期限 但北捷并没有换新车销 评估列车各种设备功能后 将机电设备根据实际效能进行态换 再将使用年线延长20年 年线拉长到40年时间 但这样安全吗 台北捷运公司挂保证 绝对不会拿乘客生命开玩笑 热线追踪记者张宜成 周宗林的采访镜头 带您前进到列车维修保养的 内湖机场 来看这一批台湾最老的捷运列车 如何在维修上下功夫 解除民众的心中疑惑 通行时间已到 板南县以往湖县交汇的中校复兴站 庞大川流人潮在这转传到各处 一列车满载达到1672人 通车满25年 台北捷运编织城的路网 目前共有6条主要路线与2条支线 新冠变疫情前的2019年 平均每日运量超过216万人次 累计运量已经破100亿人次 造成为大台北不可或缺的交通骨干 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清晨6点 在朝阳中 木炸县电联车从中山国中站启动 木炸县将天天为市民服务 成为连接台北东区和木炸之间的交通动脉 时间拉回到1996年3月28号 台湾第一条捷运木炸县诞生 从中山国中置动物园共12站 通车初期不止不被看好 过程还风风雨雨 台北市捷运木炸县的电联车 在9月24号发生火烧车事故后 承包商马特拉公司已经依照承诺 在两个星期之内完成初步的原因调查 木炸县同车前 1993年5月和9月 接连发生两起火烧车事件 接着高价乔敦裂缝 爆胎 抢出不穷的技术问题与事故 延迟到1996年才开通 后来机电商法国马特拉公司 还在营运两个月后无预警撤离 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 还留下一句名言 马特拉不拉 我们自己拉 走过艰困时期 通设13年后 木炸县再串连内湖县 合并改名为文湖县 轨道上除了原本的马特拉列车 也增加了庞巴迪列车 尽管无线通车初期 也是风波不断 通车第7天 2009年7月10号 甚至因为系统断电 700名乘客被迫下车 走轨道回车站 好在成功克服系统整合 如今两种列车 天天在轨道上奔驰载客 但算一算 从1996年起 就使用的一对两节 总共51对的马特拉列车 也早到使用期限20年 不过捷运公司 并没有更换新车厢 反而延长使用连线到40年 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拆到 细部分解到 我们认为该换的连线也换了 所以你看到现在 五五线所有的连线 我们超过20年以上 不好的连线都换掉了 那种永世不朽的材料 比如说刚刚讲钢铁 我们认为不用换 而且我们有能力来 做保养跟维修 这点还是要请大家放心 我们这个不会拿乘客的生命安全 来开玩笑 我只要预防线维修 我做得好 东西该换我就换 那不需要整车换 因为有些东西像车厢底板 这些东西是很坚固的 那个东西你没有碰碰撞撞的话 那些东西都不容易坏的 对此北捷强调 绝对以旅客安全为优先考量 为表安全第一北极也大方展示 文湖县的马特拉列车 如何维持最佳状态 前进到文湖县维修保养重镇 内湖机场 眼前这列马特拉列车 从莫煞县实习就开始行驶 已经使用25年时间 正吊挂进行4年一次的大修作业 按照北极SOP 固定日检月检渐检外 每跑30万公里大约4年时间 进场四级大修维修车轴 每跑60万公里大约8年时间 彻底大修 包括结构面检查 刹车系统重置 空压机 空调 自动控制系统等等 也通通要拆下更换或保修 看得见的地方仔细检查 肉眼难分辨的市盲区 更借助外力帮忙 维修团队正检查连接转向架 与车轴的笔轴连接器 所谓转向架就是支撑车体的结构 下方连接车轮与车轴 而笔轴连接器就是牵动两者间的装置 少了它 列车就无法行驶 维修人员 喷洒死粉后 再用紫外线光探照 前后左右上下任何角落都不放过 目的是要检查有无细小裂缝 未察觉 那现在这边全部的地方 有没有 现在是分散的 如果今天有裂缝的话 它会击中 像这样会有一条击中的样子 看到有一条线很明显 因为它在细微的缝 你没有办法用目视来看 我们透过这个直立的变化 用辅助的光源 这样来看起来是比较清楚 要是真有裂缝 口罩成车轴断裂 冲击行车安全 所以一点也马虎不得 而现在各界关切的 就是列车延长使用年限 一口气增加20年 安全是否没问题 我领主件随时在换 只要这个车子的性能 都是在一个可接受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那安全性就没问题 他认为这个东西已经可以受命 比如折旧应该是20年就结果 他认为可以再延5年到10年 所以最近我们修正的 所有我们每一个系列的车子 的折旧 把那个年限都提高了 北杰举例 美国纽约地铁及英国伦敦地铁 既有使用约50年的潜力 加上累计20多年营运经验 针对列车内各种设备功能特性 在安全的前提评估下 才提出的合理做法 当然很多人我也跟他们聊过 你就顺应民意 就看起来换得全心心的 大家安心 他们还是告诉我坚持 所以我们最近把从日之今 我们有些东西都要延长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修过一次以后 结果过去的三年四年 大修过一次以后 已经稳定了 而自动化的文湖线列车 能准确发射与到站 全靠最强大脑 行控中心调度 505绿灯执行正确 您可以继续前进 内户机场里的行控中心 七位控制人员 每天至少专注紧盯一幕八小时 24小时轮班的他们 像是鹰眼般远端遥控及指示 承载每天22万名乘客安全 显示面板上密密麻麻的数字 英文 图形 呈现运行状态 再配合全线的各处监视设备 全长25.7公里 哪组列车开到哪 准备进站还是出站 甚至车门月台门 是开还是关 都能精确掌握 营运路线上负责监控车班运作 飞运路线也管理收车进场作业 含营运前的各项检查 像这个是南港载量管站 南港载量管站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 这边有一个圆圈 那这个圆圈里面有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的车号 就是这个电联车的 这个编组的车号 那我们看到 这个圆圈里面是蓝色的 那表示说这台车是停下来的状况 靠着维修团队的后勤支援 与行控中心搭配 列车才能稳定运行 入境文湖县班区 尖峰时接派出62列车载客 班区缩短到80秒 背景调述数据 文湖县在2009年7月通车初期 因为系统设计及整合 造成系统不稳定 包含耗制 通讯 工电 电联车 总共进行200多项专案改善 用国际地铁通用的MKBF指标 平均故障间隔 每发生一次延五分钟以上事件的 平均行驶公里数来看 数值越高 代表可靠度越高 文湖县通车隔年 2010年MKBF踩200万公里 等于每发出两万次车就有延误 到了2016年可靠度已经达到488万公里 也就是每发车4.8万次发生一次故障 2018年前进到902万公里 相当于每发车近10万车次 才有延误事件 开业25年的台北捷运 建立草创期 现在往稳定期发展 力求运输安全性及可靠度 在稳定中提升 今天尤其是 中文字幕提供